那么相信你看了今天的新闻 这一切都更加清晰明朗 仇敌在政府还有立法部门所做的工作 这个也是需要更多基督徒 起来征战的时候 不要继续充耳不闻 好像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你可以用你的选票说话 你可以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不要再投票给这些杀人流血的政客 而是要投票给那些真正爱神 遵行圣经价值观 单单敬畏神 不怕黑暗势力的候选人 你可以用你的祷告来征战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最有力的武器就在基督徒的手里 那就是你的祷告 呼吁大家从明天开始 9月30号到11月8号 欢迎你一起来加入 为我们的国家政府州 以及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进行的40天进食祷告 现在有非常多的机构都在呼吁 那么我相信这个是大家共同的领受 以赛亚书58章这里面讲到 真正的进食带来的结果 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 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 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 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 你的幽暗必变如正乌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 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 骨头强壮 你必像浇灌的园子 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 那些出于你的人 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 你要建立拆毁累带的根基 你必称为补破口的 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我们进食 神就能够带领我们 建立拆毁累带的根基 那一个在美国被仇敌 攻击毁坏的基督建国根基 要通过我们的进食 祷告悔改与神同工 再次被建立起来 我们要成为那一个赌注破口的 把道路重新修正成神真理的道路 把房屋重新修建成 神荣耀居所的基督精兵 好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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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